小青春喜欢的人会特别喜欢 不喜欢的人会特别不喜欢 耶 体育点好 这里出发了 来无锡一定要吃的东西就是糖醋小排 对不啦 那今天我们也找到了无锡排名第一的糖醋小排 类似的 有一个 一个吗 对 一个 糖醋小排就是这个桂花糖醋小排是吧 就那个无锡的特色糖醋小排 好 谢谢 那个橡皮 哦 就是一块这个是吧 两个都点 好不啦 ok 菜已经上齐了 七个酱排骨 这个是化煤糖醋小排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一盘草 当地的特色 香油上胡 为什么要叫上胡呢 也不是粉胡 这个是需要卷饼式的 还配了黄瓜和青葱 这个大家应该都认识了 看着特别像青皮核桃的东西 叫做青团 你都晓得吧 先把这块排骨吃掉 肉很柴 特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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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试一下糖醋小排 小小的特别精致的 好吃 这个好吃 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喜欢吃一种酸甜口 一定会特别吃 真的这小排绝了 你都老里来 这盘大概吃掉骨头能有一百五十克的肉 一百五十克的肉大概三十克蛋白质左右 减脂的部分是没有 这个脂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点纯的糖油混合 加蛋白质 上壶上面有一坨白色的 我们来尝一看 大蒜 而且是生的 特别棒 来 吃上壶吃什么大蒜 加入灵魂点缀 感受一下 没有特别 就感觉 为什么需要用这个饼包一下呢 你不太明白 看的味道这么淡 你还要拿春饼卷它一下 人家卷烤鸭是因为烤鸭油 你蘸了甜蜜酱之后 需要黄瓜轻轻烤 你这个这么清淡的东西 完全没有必要 我点的这应该是个小份 味道特别少 加上扇鱼的话 这一餐蛋白质能吃到50克左右 在外面吃饭挺不容易 小青瓜喜欢的人会特别喜欢 不喜欢的人会特别不喜欢 手丸特别好 看一下内容 这个有身材管理需要 或者是减脂减肥的同学 就不要吃了 好可爱 那吃完了蛋白质和透血之后 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 我们常常都要吃青菜 口感有点像豆苗 不管是什么 感谢青春草原的馈赠 然后吃完了 讲道理这个青春草原的馈赠 还是有点油 然后今天吃下来的话 两款鲁锡排骨都吃到了 一款是酱的 一款是糖醋的 糖醋的完胜 不仅完胜 糖醋的真的特别好吃 这个上壶一般般 但上壶上面那一坨蒜 特别好吃 青春好吃 特别好吃 真的是我的口味 我觉得真的南北兼容 好的我们金属消费 140元 好的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